第五百七十五集 众目睽睽之下 恰在劫雷 堪堪落向东阳风上 散开的细碎雷霆 点亮了整个法相宗山门 给所有的一切 渲染上一层神秘的紫色之石 一声巨响 响彻天地 东 东皇钟声轰然回荡 应声而起 铜钟飞天 化作百丈大小 恍若石中山一般 拦在墨林的上方 挡住了这道 未能巨大的劫雷 哼 雷霆之声 铜钟之声 两道巨大的力量 正面撞击之声 一时间 所有在法相宗山门 不曾闭关隔绝的 修仙者的耳中 尽是巨响冲斥 修为差点的 甚至直接跌坐在地上 这一声巨响 并不是一声而断 而是连绵不绝 好像并不是硬挡 反倒是 把雷霆的威能 源源不绝地承接 吸纳下来 煞世间 本来庄重骨骤的 东皇钟声 遍体 染遍了紫意 乃是亿万道 如油龙一般的电蛇 不停地游走 窜斗 东皇钟 这是骤然反映过来 法相宗修士们的惊呼声 东华真人张凡的 本命法宝 东皇钟 这些年来 可以说 在宗门内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 此时 府一献出 自然 轻易地 就可以被别人认出来 好大的胆子 哈哈哈哈 当然 这其中 也有眼光高明 心思灵动者 见得这一幕 顷刻之间 就明白了张凡的意图 用雷杰 催炼法宝 也亏得 咱们这小师弟敢做呀 煮酒消 笑着摇了摇头 倒是颇为佩服 用雷杰炼宝 还是本命法宝 这份胆识 即便是煮酒消 也是佩服不已 本命法宝 不同于其他呀 若是有损失 不仅不易修复 还会伤及自身根本 非胆大包天之辈 不敢为之 然而 他不知道 张凡曾以炼器的手段 重新熔炼过东皇中了 不然 非得把眼珠子 瞪出来不可 凤九龄 也是摇头苦笑 不觉间 竟是想起了 昔日弟子张烈 他不也是这般 胆大妄为之辈吗 罢了 老夫在驻师弟 一臂之力 竹九霄笑着 伸手一招 远处的一处殿堂之内 一道清光闪过 虚余之间呼啸掠空 直入传承殿中 光滑收敛 一件精致中 不乏雄魂大气的宝物 出现在竹九霄的手中 欲请 叮 一声欲请之声 顺边传遍了 整个法相宗的山门 层层叠叠 回荡于东阳风上 恰在欲请之声 响起的一刹那 鬼哭神嚎之声 如有实质一般 环绕于莫灵的 真身之上 这是撼动神魂的天音 东皇忠又在雷劫中激烈 只能靠莫灵自己了 虽然对莫灵有信心 但是张凡 还是颇有点担忧地 望向空中 以防不测 并不曾把精力 完全集中在 东皇忠的第二次淬炼上 恰在此时 欲请之声入耳 转瞬之间 盖过了一切鬼哭之声 入眼可见的 本来摇摇欲坠 颤动个不停地 当空红日 漠然沉宁了下来 好宝物 张凡尝出了一口气 他倒是不曾知道 一直是以为迎接之用的欲请 竟是一件 威能巨大的法宝 宗门底蕴 由此可知一耳了 多谢师兄相助 冲着传承殿的方向 说了这么一句话 张凡 便把全部的精气神 注意力凝聚到了 弹指间承接数百道 劫雷的东皇忠之上 从天将第一道劫雷 到现在为止 不过片刻的功夫 化身巨山般大小的东皇忠 已经通体紫电营绕 比起昔日 本体材质天火紫金铜 紫意还要更深邃上几分 张凡并不是第一次 见识到雷杰的威能了 无论是寒痴的 妖兽化形之解 还是他自身的人类原因之解 他都亲身经历过 对其威能 不敢说了如指掌 至少也是心中有数了 可是 从没有这么强过 张凡的神色 终于凝重了起来 盘西坐于蒲团之上 全神应对 第一天 漫天雷蛇飞舞 正是狂雷天降 如暴雨倾盆 第二天 恰似暴雨 得狂风助力 威势十倍不止 第三天 无尽的其雷 似山红爆发 似山月崩颓 铺天盖地 若无止尽一般 不知不觉 十天过去了 法相宗山门之内 一众修仙者 从兴奋到麻木 再到惊奇 最后无不骇然 不知道有多少修仙者 心中寒澈呀 想到要是换成自己 面对这般的天节 有几分把握可以度过呢 答案显而易见 一分也没有 若非他们都是宗门修士 有宗门作为靠山 总有大振与前辈高手 替他们挡下 怕是都会在心中留下不小的阴影不可 因为实在是太恐怖了 早在第三天开始 整个法相宗山门之内 就有无数的光照升起来 或为法宝 或为神通 总之都是在防御那些散发开来的天节余波 前三天 张凡的东黄中 还可以将把所有的天节威能收拢 汇聚在一起 汇于东黄中旁边 以供自己消化 但是到了第三天之后 他就再也做不到这点了 无数的细小劫雷 几乎如暴雨一般 袭击了山门的所在 若非是在法相宗之内 而是换作任何一处荒野 以其微能而言 怕是糜烂数百里 也不是不可能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 宗门内所有 结单以上的修仙者 就纷纷用各种的手段 护住自己门下弟子 七天下来 叫苦不迭 再无学习一下 长长见识的心情了 一个个恨不得 这天节早点结束 这还是宗门内 南宫无望 青鸾仙子 狂龙真人等出手 才护住了绝大部分地方的缘故 如若不然 怕是这些结单修士 都要自顾不暇了 恐怖无比的天节 永无止尽一般的雷霆 让法相宗之内 一股紧张的气氛 弥漫了开来 传承殿中 朱九霄和凤九岭 再也不是一幅 悠然自得 看戏一般的神情了 凤九岭代替了朱九霄 连续数日 敲响欲请 镇压所有的 鬼哭神嚎之音 这般长时间的运势法宝 也只有他这般老牌的顶级强者 才能做得到 朱九霄则不再看外面的情形 背对传承殿大门 盘膝坐在周天星辰图之前 他的意思很明白 若是到了关键时刻 也只得强行开启周天星辰图大阵 把所有的雷劫一概拦下 到得了这个地步 他也知道张凡不可能 再分神操纵周天星辰图了 只能由他来 正是有了瓷宝垫底 张凡才敢在第一天 就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仍然继续他原本的计划 此时的张凡 也轻松不到哪里去了 东阳风上 伸手不见五指 唯有漫天的雷霆肆虐 好像太古雷神附声一般 舞动着锯锤 不停地敲击着雷电 是要把一切都移为平地 这一切的压力 都是抗到了张凡的身上 他盘膝而坐的身影 不觉间显示出了几分模糊 更有一个漩涡席卷 不停地吞噬着周遭充盈的灵气 不足十日以来的消耗 不知何时 一个人影在他的身旁处立 漠然不语 张凡也好像没发现一般 不曾说过一句话 良久良久 这漫长的第十日 这雷霆 无论是威能还是数量 都不下前九天之和的第十日 终于要过去了 哄 最后一道积雷 在东黄中上碰了一个粉碎 天上骤然通明了起来 这明亮恰如千年暗示 一灯则明 不过有识者不仅不曾放松下来 反而神色愈发的沉宁 汇聚 天穷上所有的雷云正以飞快的速度 恍若巨人揉捏一般 集成了一团紫色 深邃到了极点的紫色 恍若黑洞一般的深邃漆黑 无声的沉默中 显露出了无尽的毁灭威势 只差最后一击 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雷杰在积蓄全部的力量 要发出最后毁灭的雷法 扛过去了 就海阔天空 东阳风上 风吼一般的声音 是张凡 长长的吐气之声 旋即 他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苦笑 十天来 第一次开口说话 哭了 真是意外啊 张凡的苦笑 还真不是假装的 他的确是有借着莫灵化形之计 一来为他挡下天结 二来进一步的淬炼本命法宝 只是不曾想到 莫灵的天结威能竟然如此的恐怖 隐然已经有了一点 当年在十万大山中所见的 师祭道人受天罚使的威势了 可是骑虎南下 不得不为啊 不过 这也是难得的机会 毕竟除却神小宗之外 少有人有他这般机会 若是这次全始全终 东皇中定然更进一步 远非昔日可比 此时 站在他身后的 正是孩童模样的苦道人 文听此言 苦道人粉嫩嫩的小脸上 露出了一丝郁闷 没好气地说道 你练宝 让老头子帮你看家 我这才叫意外呢 前几日 张凡已经无力看顾东阳风了 又不能让悠悠等人出手 他们的修为 一个不好就化作灰烬呢 西若又在幻魔道 不曾在东阳风上 眼看着就要捉瞎了 一个不好 这东阳风就变成了废墟 那才叫一个郁闷呢 幸好在关键时刻 一直闭关苦修 意图恢复修为的苦道人 站了出来 替他护住了东阳风 苦道人 毕竟连原因也没有道 道德这个地步 也是游进灯窟了 他心中的郁闷 又跟谁说去呢 真是招谁惹谁了 小子 你也不想想 你这黑鸟 是普通的妖琴吗 苦道人苦大愁深地说道 妖兽的天节 本就比人类修仙者强 而且血脉越强 天节越猛 与人类迥异 相传在太古之时啊 大妖化形 必是生灵涂炭 糜烂一周之地 嘿 你这黑鸟 虽然比不得那些顶级大妖 但是看这天节威势 也不比那上古妖兽 差到哪儿去 要不是法相宗那高手如云 这一下就能让法相宗在这世间给抹去了 不说则已 一说就没完没了 披头盖脸一阵疏落 苦道人的小脸上终于露出了畅快的神色 对此张凡也只能苦笑 这么多年来 护道人难得逮住机会 这下算是过足嘴瘾了 其实哪里有这么严重啊 关键时刻 煮酒消自然会打开周天星辰大阵 足以护住宗门无恙 若是不然 张凡早就放弃了 哪里敢死扛啊 罢了 就差最后一下了 刑白礼者 半九十 小子 莫要轻护 还有 别忘了 这话他没说完 便被张凡打断了 我知道 不能忘了莫灵 天结永远不仅仅是劫难 天道无情 天道也罪功 福兮祸所福 祸兮福所医 在此又有了全新的解释 如此恐怖的天结 其中蕴含的好处也不言而喻 最后的天结 势必不能让他一个人全部接下了 不然的话 莫灵能够得到的好处也有限 我自有计较 酷老 您看好吧 张凡深吸了一口气 全部的精气神集中 瞬息之间隔绝了外界的所有联系 手印变化 繁杂无比 每一点诡计之不同 每一个印诀的改变 皆是凝聚了张凡一生祈祷修为的精华 好小子 眼花缭乱之余 苦道人也是尝出了一口气 暗自赞叹 以他的见识 也几乎看不懂张凡所施展的印诀了 恍若亲自施维一般 在气道修为上 张凡实在是已经站到了一个恐怖的高端 已经足以俯视绝大多数人间界的修士了 或许只有玄天门最顶尖的气道高手 可以与之比较一下 在张凡施展出毕生气道修为 作为精华 做最后祭练之时 最后一道也是最恐怖的雷杰 终于轰然披露 但见电光闪烁 围见紫电破空 方圆数十里的云气 尽数为着恐怖的雷杰余波所解离 煞世间 无与伦比的晴空出现在秦州大地之上 在那一刹那 大音息声 所有的声音都被压制 继如刹那又似永恒的沉寂之后 一声足以让大地开裂 让江河湖海倒流的巨响 轰然爆发 轰隆隆 并不如众人想象中 像山岳一般粗细的雷霆 也不是铺天盖地的威势 只有一线最深邃的紫色 游走而下 轰在东黄中之上 极致纯粹精烈 已经超出了凡间雷电的范畴了 这一线紫电出现的刹那 无论是张凡 胡道人 还是远远看着这一切的 竹九霄 凤九岭 还有一众法相宗的真人 奇奇色变 以他们的修为 才更能想见 这道劫雷的恐怖 在这一刹那 竹九霄 又立刻启动 周天星辰大阵的冲动 若非对张凡有信心 而且他始终没有表态 竹九霄 根本连犹豫一下 也不会有 立刻会启动的 时间仿佛也在这一刻凝固 两久两久 如同过了一辈子 童体布满无数印诀 气道祭练到最后关头的 东黄忠 无力地跌落了下来 吼 尝出了一口气的声音 同一时间 在法相宗内各处响起 承接了九成一线紫电的威能 东黄忠终于完成了 最后的祭练 那一刻无声无息 可在真正高手眼中 都能见其恐怖 其危险 现在总算是过去了 哼 惊天轰鸣声中 仅仅余下一程 依然微视不减的紫电 轰到莫灵的身上 煞世间 污提之声 漠然响彻 甚至盖过了漫天 紫电游走的巨响 成了天地间 唯一的声音 这一刻 莫灵已经等了太久太久了 在这最后的劫雷洗礼之下 在天道的奖励之下 无提声中 蓄日东升 一只通体金色火焰燃烧的火鸟 完成了最后的蜕变 莫灵 化形 可以 吗 嗯 嗯 嗯